第58届金钟奖颁奖典礼来到第二天啦 在戏剧类方面得奖名单又有腾腾出炉 首先开出的第一个奖项 是由全民投票的戏剧节目最巨人气奖 最终由模仿范开红盘获得 而在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奖项中 他和他的他一连狂扫多奖 先是林毅然夺下一生一次的最剧潜力新人奖 接着女主角徐伟宁以及男主角李承斌 也双双获奖成为新科的十敌事后 随后还有温玉芳也拿下了编剧奖 而在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部分 苏英成功演活船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婉君一角 在获台时他也情绪激动 泪崩感谢最爱的家人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女配角奖方面 黄迪杨一看海第一次入围就拿奖 范瑞君则是打败众多强敌 开心抱回女配角奖座 戏剧节目男女配角得奖的是 扭车来去的米可白 以及演出我愿意的杨大正 两人也都是首次入围就得奖哦 而每年大家最关注的戏剧节目男女主角奖 恭喜得奖机器学士零再度发威 收获人生第二座金钟市地 女主角则是由蔡淑珍 以春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获奖 而典礼最后的压轴大奖 戏剧节目导演奖以及戏剧节目奖 也都是由暴走女外科全书获得 恭喜以上得奖者